一名50岁的蔡先生为严重B型C型肝炎患者 去年因为严重肝硬化 引起腹水紧急治疗 虽然有成效但效果反复 后来辗转到了三种寻求中医疗法 整个水肿的状况才逐渐好转 致腹子他有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基准 就是他利用强心 让这些预计在肠胃道里面的血 有机会重新回到心脏之后 那这些血就送到了周边去 让肠胃道里面的血减少 所以门脉压就下降了 当肝硬化时 肝门静脉将血流送入肝脏时 会遭受到阻力 使得门脉压上升 门脉高压是肝硬化最主要的并发症 致死率相当高 致腹子虽然能有效活化血流 输缓高压症状 但却不适合过度自行服用 比如说他可能有伴随失眠症状的 这样的患者 他如果自己一直吃致腹子的话 可能他的失眠状况会恶化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 有肝发炎肝硬化肝肿 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还是要到医院找 就是专门的医师来问您处方 此外医师提醒 致腹子本身有毒性 民众如果没有炮制就吃下 可能会造成心律不诊 建议先由医师评估适合疗法 如果需要服用 可选用科学中药来监制 才不会治疗不成 反伤身